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头评述 那我们在前两期节目当中呢 跟大家分享了国内网友 到这个哈根斯在大连的尸体处理的公司呢 实拍的一个录像 而且呢 德国之声的记者呢 又采访了哈根斯的儿子 那那个那一期上下两集的节目当中呢 他表现出一个更深刻的概念 就是我们提出的问题 到底薄熙来在主控大连时 和后来在这个辽宁时 薄熙来 古开来王立军 到底被他们贩卖了多少尸体 被他们杀了多少人 被他们活摘器官 有多少人被活摘了器官 这个问题呢 随着那样冠冕堂皇推卸责任的答疑 解答就真的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了 那当然在那个整个那个尸体展的过程当中 哈根斯的内容呢 主要的他们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关系呢 都是围绕着薄熙来 古开来 那王立军在锦州呢 他成立他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自我的那么一个货源提供中心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这么推断 那网上也就在昨天又出了另外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呢 是引述海外专家 引述了一个美国人的专家 对王立军曾经在锦州成立的 人体心理学研究中心 如何处理 或者说如何给人们做 给那些所谓的死刑犯 进行注射死亡时 他的一个研究成果 所谓几分钟之内 他的器官就可以使用 这个研究成果 曾经被中共共青团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基金组织呢 奖励王立军呢 两百多万元 那这件事情呢 被记者呢 向美国的一些死刑机构 一些专业人士呢 寻求过一个答案 这个答案拿过来之后呢 我觉得蛮有对比性 和具有一种 佐证我们前两期节目当中提到 他们王立军跟薄熙来和古开来是一伙的 王立军同样是家臣 杀掉海武德 掩盖的真正罪责 是他们共同干的这罪恶之事 那这篇文章的题目呢 是这么说的 美国死刑专家评论 王立军几分钟之内注射死亡 目的就是为了摘器官 他上来秀先引述说 大纪元当时曾经独立获得过辽宁 沈阳老军医的证词 那当时法轮功学员被中共作为阶级敌人 他的器官活体摘取被合法的使用 加拿大律师大卫玛塔斯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 外交部亚太斯司长大卫乔高 2006年发布的独立调查报告 证实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 在德国之声采访哈根斯的儿子时 问他尸体的来源时 哈根斯的儿子明确讲 2006年北京政府下达命令 自那之后起 他的就不再做尸体的所谓处理尸体的展览和塑画 大卫乔高和大卫玛塔斯第一个调查 2006年拿出来 而沈阳老军医是2006年4月份 用了两次的时间拿出在沈阳苏加屯一带的 有关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记录和事实 是个地下工程 这些人员是透过军队的铁路 军队的这种系统进行运作 大家推想一下 从03年02年开始 中国境内开始大规模的进行器官移植的买卖 我们看到大批的广告 一个肾一个星期就可以拿到 一个肝两个星期就可以拿到 它必须有极其庞大的完整稳定的货源 才能够有这样的广告的保证 我相信朋友能理解 说靠死刑犯 靠死刑犯 你得等那个死刑犯被判死刑才行 今儿枪毙一个明儿枪毙撒 它是不稳定货源 靠三无人员 说三无人员就是要饭的 没有或者这个或者那个 而所有这些都作为这样庞大生意 它都不是一个稳定的货源 你在王府顶上 北京王府顶上做买卖 你在这个西单商场导货 你得有仓库吧 对吧 你卖什么西服啊 电脑啊 你卖什么东西 你不能说拿一个走一个吧 拿一个进一个 进一个走一个吧 有 那是小岛 那连小岛都算不上 那底下弄点 连那零花钱都算不上 对不对 你必须有完整的庞大的供货机构 你一个月做一百万的买卖 一千万的买卖 你库存就应该有它的两倍到三倍 你才能保证不断货做买卖吗 如果全国各地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军队大的医院 武警大的医院 各大学大的医院 都进行这样器官移植 这广告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一个月就找个肾 肝 心脏 他得有多么庞大的一个货源 在提供呢 而中国人多 要求拿一个肝 要求拿一个肾的人 这个市场非常的庞大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场面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场面 在当年任何一个被中共迫害的团体都不具备 只有这个团体具备 因为他的人数非常庞大 而正是法轮功学员自己 他又不放弃自己的信仰 才造成这种供体的 造成这种环境的 这个数量才能保证他做这样的买卖 所以在当年2006年4月份 那个老军医明确讲说 出于安全的角度 他只能发 我记忆印象中 他是发过两次消息 当时就是在大纪元上登出来 那自此之后 那老军医呢 就没有再说话 大概当年七八月份的时候 中共组织了包括美联社在内的 所谓的一些海外媒体去参观苏家屯 说没有这事 四月份揭示出来 几个月之后组织参观 你信吗 那后来上个星期六 我们看到的锦州205军队医院的医生 在接受调查员询问的时候 他已经明确表示这是政治任务 因为调查员想更深的触及这个问题 他讲说你必须到医院的 必须医院的政治处的人通知我 我才能回答你问题 那是国家的政治任务 这个时间2006年 被刚才德国之声哈根斯的儿子 在回答德国之声记者时的 那个时间的问题完全对上了 所以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我们过去的十年里 在中国大陆曾经发生过什么 今天再进一步的被揭示出来 文章介绍说 美国死刑服务咨询中心的执行主任 叫做Richard 他向大陆记者表示讲 对于有关中共前重庆公安局局长 王立军在死亡 在死亡针注射后两三分钟 即开始摘取器官的说法 他讲说这样看起来摘取器官实际是成为其死亡的真正的原因 如果此人在因为药物死亡之前就这么做的话 这个人真正的被打死 真正的死不是因为注射药物死 而是因为活摘器官而死 这是一个专家 这是美国死刑服务咨询中心的主任 他明确讲说 在美国当被判断死刑犯是否死亡 需要等待更长时间的 死刑犯在死刑真注之后 通常是在25分钟之后才宣布起死亡的 他表示 鉴定死亡的医生不能参与死亡注射针行刑过程 什么叫制度 什么叫公开 什么叫一个人 对任何人一个尊重的角度 这个说法就非常明确 他讲得很严谨 那个人被判死刑了 你注射真剑要把他执行死刑 但是要确认他是被注射真剑而死 王立军所说的两三分钟之后就开始摘器官 那个人还活着 并不是死了 王立军这么做 是为了能够使得药物在产生作用之前 能够把这个人的器官摘走 相信朋友能明白这么个意思 保证器官的活先 而王立军在锦州的试验室是中国第一家 大家在对比 在结合当时的薄熙来 结合当时的古开兰 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无法质疑 在结合着刚刚我们说的 这个哈根斯的儿子直接回答德国之声的问题 06年他们就走了 他们不再干了 这是他们说的 时间 地点 人物 群体 一切的一切都汇总的非常完整的画面 那Richard接着讲说 在美国是不允许从死刑犯上摘取器官的 这么做会引起很多争议和反对的 这是出于犯人在关押期间 实际是一种出于弱势和易受伤害的处境上的一种人道的考虑 死刑犯的尸体会被归还给家属的 2011年 在美国仅有43人被执行死刑 这一数字逐年下降 他这个潜台词是什么意思呢 被关押的犯人就是一个弱势群体 就是一个容易被伤害的 而作为关押者来讲 作为警察 作为所有能够触及到这些被关押的人来讲 他就是强势 面对弱势群体的说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犯罪 这是从人的角度去想 所以他就明确讲说 为什么不能从死刑犯上摘取器官呢 如果允许的话 就可能造成那些不好的人 在欺负这些死刑犯 而获取自己利益 注射死刑真的医生 跟最后检验的医生 不是一个医生 也是为了避免作为具体的医生 他就有可能他的道德是沦丧的 他会利用这个机会 会获取的利益 这就是真正法律 公开法律独立时 防止人做坏事时的 一个具体的做法和描述 你再对比一下 王立军在锦州的实验室 大家就能明白 为什么他能够做成 为什么哈根斯在大连建立这个厂子 为什么他明确讲说 在中国货源是太充足了 而且价格便宜 文章接着披露讲说 王立军自己说 行刑之后几分钟摘取器官呢 2006年9月17号 位于北京直属公卿团中央的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 为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 现场心理研究中心 授予了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 并且帮助资助经费200万 其研究成果之一 就是药物注射后 器官受体移植研究 又是2006年 王立军在颁奖大会上敢言说 大家知道 我们所从事的现场 我们的科技成果 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 是我们多少人的努力 他接着描述 当一个人走向刑场时 这就是当一个人 要被注射死亡药物时 在瞬间几分钟转换的时候 几分钟他就把人家肚子拉开 将一个人的生命 在其他几个人身上延续的时候 在当时把这个人的肚子抛开 肝肾肺心脏全都摘走 转移到那些备受需要肝肾的人 他讲说都会为之震动 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卖一个肾 挣几十万 卖一个肝 比肾还贵 那当然是伟大的事业 因为拉的人 他一分钱都不花 因为他是当地的公安局局长 他掌控着所有的权力 而这样去杀人 去完成了党的意志 因为江泽民是党的总书记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他下达的命令对法轮功的迫害 法轮功成为了阶级敌人 作为公安局局长 就是要打掉阶级敌人 从肉体上让他完全消失掉 而这阶级敌人 是在完成党的意志 党的要求和国家的任务 在完成党的意志和要求 和国家任务的同时 他能卖肝卖肾 卖尸体 自己能挣钱 我不知道 我还是说那句话 今天你不知道什么叫大善 但是你应该知道 什么叫大恶 这就是展现出 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体的场面 所以所有这些消息 汇总到一起 那这篇文章里直接讲说 海伍德的死 应该是怕海伍德 把相关的东西拿出来 我记得有一期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分享过 海伍德2010年 就跟薄熙来家和谷开来他们家 逐渐疏远了 那2011年11月份这个时间 实际是中共党内 在争取18大常委的过程当中 是最激烈的 而那个时候薄熙来如日中天 而薄熙来自己也很清楚 他直接挑战的胡锦涛也好 那在这个挑战的背景当中 他是独出一支的 他没完全跟着什么江家帮啊 没有 他自己单挑 他单挑的所作所为 又让温家宝胡锦涛无可奈何 所以就不允许他出乱子 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海伍德作为家臣 十来年的家臣 跟内幕出现了分歧 他们惧怕海伍德 作为洋人处理问题 跟中国人处理问题不一样 洋人处理问题 有的时候直来直去 正是他惧怕这些 才会灭掉海伍德的口 才能够对 否则的话 放不上 大家想想 挣多少钱 那是2006年 王立军就说有几千个 而2006年到2011年 又有多少呢 而这仅仅是锦州一个地方啊 而国际追查组织呢 实际呢 获得证人的消息是这么说的 对法轮功学员 曾经系统的进行过血样调查 这是一个完整的流程 他说以检查身体为名 以欺骗的方式 对失去人身自由的法轮功学员 在监狱里面呢 其实全国各地都有过这样的东西 进行过抽血化验 事先建立起血样资料 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完整的供体 2006年4月份 沈阳的老军医在拿出资料的时候 他其中一个资料涉及到几万人 他说这些人没名没姓 只有编号 而要求他亲眼看过的资料 就是要求他们 有人专门替这些犯人签名 说自愿捐献器官 而这个资料卡当中 有这个人的身体检查的结果 血型 血样 这些都有 只有这样的供体 才能够保证全国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大医院进行器官移植买卖 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货源 所以不同的角度都形成了这种对等的 今天王立军薄熙来这件事情 为什么中共如此的惧怕呢 是因为他们是真正当时最主要的操守者之一 在辽宁地区 这就是今天真正天象的所向 真正走向所向 这是真正中共在所有法律游戏当中 在审判古开来王立军的事情上 他面对的最大的难题 就是他试图要掩盖 但是他又必须处理薄熙来 因为他们个人的情感上 不接受薄熙来这样的人 多难的工作 多邪恶 其实在掩盖这部分的人 在掩盖这样事实的人 无论你今天是谁 你就不是助纣为虐 你就是屠服一个 同样的罪责 可能你并没有亲自参与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面对这样的事实 却回避 我说回避的意思就是 我刚才跟大家解释很清楚 上个星期六 我在百度上 在新华网上 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资料 在今天没了 就有人在掩盖 那就说明今天你不是助纣为虐 而你是同样的罪行 不是人的行为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体的一个概念 在这篇文章里 他后面也特别介绍说 从已经出来的法轮功学员 和众多的证人能够证实到说 被确定将进行器官移植的法轮功学员 很多将从劳教所 监狱 看守所 集中营等地代理 他们失去名字 只有一个代号 而与代号相对应的 是一个伪造的自愿 进行器官移植的自愿者 该学员将被告知 进行身体检查 然后局部麻醉 接下来实际就被活体摘取 人从此消失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真实的一面 所以这篇文章后面 他又列举了 大卫·马塔斯 大卫·Q格的当时资讯的一些资料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体的资料 就完全证实这样的消息 大卫·马塔斯和大卫·Q格的 那个调查资料 已经现在第三版拿出来了 已经有了 所以中文的英文的都有 而他们两个人周游世界 几十个国家 在揭示中共的罪恶 大家想想为什么叫天象 过去这么多年里面 06年他们俩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 现在是2012年 过去这么多年里面 他们走动了几十个国家 人们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但是并没有在国际社会 引起更多的更大的轰动 而这一次呢 却在短短的一个星期里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这就叫天象 这就叫天意 其实我又想起我曾经说的那话 2012真相大白的年代 我们今天面对的 就是不仅仅是邪恶 我们面对的恐怕是 真是整体宇宙当中 星球当中的 从未见过的这种罪恶 这种邪恶 你不知道什么叫魔 你不知道什么叫鬼 那他们我们今天看到的 我相信超过了一般的魔鬼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